宾城柔府八东伟电毒工厂被指排出化学毒气 导致当地居民患病 市主王振业更点名大山脚区国会议员沈志强 和马张五默区州议员李凯伦没有协助解决问题 不过沈志强和李凯伦今天双双否认指控 更出示证据证明政府机构早在一年前已经展开调查 而环境部2016年2月4号的回函也阐明 被指控的工厂符合环境部所定下的标准 李凯伦也指出 其实宾州政府一直都在跟进这个课题 甚至曾经邀请投诉者一同参与会议商讨对策 但对方始终没有出席 两位遭投诉默示问题的国州议员也强调 当初化验报告出炉后 曾向投诉者表明如果不满意 可自行聘请第三方或私人公司再次评估及化验 他们也愿意承担这笔费用 但对方始终没有下文 MTV7 槟城采访报道 MTV7 槟城采访报道